此县被称为中国百县之首 地方不大 捐机远超三大省会城市 2015年有一个地方的国内生产总值 快速发展一月龙门 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超过3000亿的县级单位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它发展得相当快 甚至超过了省会城市 它就是苏州昆山而与之相应的市宁夏和青海等地 生产总值都还没超过3000亿 完全比不上昆山经济方面 可以说在西部占据了很高的位置 这么看的话西部的中心城市也没什么 只是刚刚超过这个数而已 从以前就是经济中心了昆山在苏州的底下不断发展 这是从以前到现在的真理 南方快速发展主要在东晋之后 因为很多人跑去那里 所以南方发展得很好 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追赶北方 不过北方在中国仍然很强大 这一时期 南方还赶不上北方 直到唐朝中期双方经济才不相上下 唐后期后 北方陷入了困境 翻证歌据使得北方人跑去南方 带去了很多人力和技术 使得南方发育得更快更好 北方到后来已经渐渐赶不上在北方 也基本上收不到什么税 所以唐朝皇帝也基本靠着南方那边的赴税 来过日子这种情况 也持续到了唐朝夜王 到了北宋因为首都在北方宋朝的皇帝也承认 国家其实在依靠东南 当时所流传最有名的就是苏狐熟天下族了 而这里的苏也包括苏州昆山明朝时期苏州的赴税 开始猛增达到了明朝的四分之一 所以明朝很看重这个地方 当然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松江他对明朝的经济贡献也很大 所以朝廷对这两个地方的官员考虑都很谨慎昆山 当时就是一个肥靴 有这么一个段子 是说在昆山担任支县都好过去别的地方当支府 一般来说 肥靴的支县都可以上位到支州明朝昆取 开始流传昆乡经常出现 其实昆山当时真的很强大 现在也归属于上海由此可见 当时他放到现在也照样比得上很多中心城市二 现在仍是超强县级是江苏地区的经济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但是那里存在的强县已经换了 现在已经是昆山不再是江英了 它的生产总值发展的非常快 占了苏州的四分之一还多 而且在上海旁边 可以说是占尽天力 天使认真的说 它确实超过了太原 呼和浩特等城市 而且还直接超越了西藏 宁夏自治区 当然经济发展这么快肯定是有它必将特殊的优势 当时那里有三个比较高级的地区 称作工学园区 而昆山的经济发展 基本也是靠着这几个区 这样算是它一个不足的地方吧 过有一点很有趣 就是已经有了联通上海和昆山的地铁了 这地铁可不是一般的地跌 它是全国首例跨省的呢 不过随着人口的红利 越来越低这个经济发达的地区 也有了县额昆山的经济 也需要慢慢变化 不能光靠着人口的增长 这里已经成了高极限了 不过很多东西 还是跟那边的苏州连在一起继续看 江苏南京经济却只排第三 而苏州依然占据前列 甚至发展到了第一 苏州的经济高了它整整20% 这样的差距真的是短时间没办法追上来的 而且这样的情况在很多地方都有 比如山东济南就发展得很一般 经济总量甚至还没到达选省的10% 不过还是存在一些省会经济发展非常快非常强大 比如四川的省会就发展得很好 湖北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全省40% 可以说是绝对的代佬了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请关注公众号 静说历史经说历史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 与苦难铭记每一天 是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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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